哈囉大家好我是騰騰 我們今天呢來分享這個 放置少女團的需要禮包碼 好我們首先呢點擊這個左上角人物頭像 然後再點擊下方右邊這個功能設定 然後上面就有這個禮品兌換碼的輸入欄位 好那我們這邊就可以輸入我們第一個禮包碼 3Q4然後LIK1 3Q4LIK1 兌換 兌換成功 好那下一個呢是這個 FD SN 然後TSF FD SN TSF 然後兌換 好也兌換成功 那接著是這個 SX QD 567 SX QD 567 然後一樣兌換 那接著呢是這個 FD然後 S N T O L FD SN T O L 然後兌換 好一樣兌換成功 好那我們現在呢就可以來郵件這裡 可以看到有這個 四個禮包 分別是這些預注冊禮包 官網禮包 新手禮包 然後就可以點擊這個一鍵領取 像他有送這個高級召喚契約嘛 那我們就一鍵領取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 繼續來挑戰我們領主 這個加速要通關二之十來開啟 然後他這邊有這個送十點召喚 他這個要英雄突破 這要怎麼突破 然後 這邊 這邊要花這個五十個突破石 那我們現在的任務應該就是 繼續打我們這個主線 我們就一直通關 他就是選三個角色放那個火了 而且他擊殺角色還可以 在獲得能量值 我們就是現在角色的輸出都靠他來撐啊 不對 打了整個超 超過好幾倍的傷害 終於是是BOSS哦 雷明龍 我們是應該也要幫我們這個 這個其他的角色升級一下 反正這些角色應該都是可以那個 就是回收那個 培養材料的 但像讓這個噴一下 我們這一隻都快沒血了 點擊空白書關閉 那這裡就有這個稀有獎勵 騎士重劍 哦這個伯利爾 雷明龍化身殘影 他還是叫我們 哦要通過30關才能夠送這個伯利爾 我們現在進入到第二章 這個刀火夾彎 然後在這個打之前 我們還是先來提升一下 先多提升刀火水質 然後我們可以幫我們這個凱蒂突破一下 然後又可以繼續升級 然後這個裝備 幫他裝一下 那這樣我們應該又可以多推好多關啊 然後點擊這個故事也可以領到這個100的鑽石 我們繼續點擊這個戰役 有哦有哦 你看 現在這個打速度就快很多 那我們等到通關2-5就可以去抽這個10點抽 我們這個普攻一下就整條洗都沒了 對呀6隻30才可以直接跳過 或者是你要抽到VIP8啊 VIP8應該要抽蠻多錢的 剛說完就直接跳出這個VIP 不過他這個是直接就可以通關就可以送這個VIP 好像蠻好的 然後這個不用錢的底包 可以稍微領一下 月底包 然後這裡還有在線獎勵 他戰線滿還可以獲得這個高級召喚契約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直接打到2-5 開始10點抽 哦有了嗎 哦還差最後一關 挑戰連組 現在節奏通常都是這個拚A兩下 然後放個招 不過這一關有頭目所以會比較難打一點 多一個幾下 好結束 無處的爆炸 好那我們就可以領取這個 劍襲騎士的 提升到劍襲騎士3 獲得這個10個連抽 他現在也會這個指示叫我們來抽一下 這應該不是固定會抽這種角色吧 哦有一個比較傳說角色嗎 哦這個 哦奇諾群體治療 重點是這張 冰雪8重超級有 看一下幻彩5階哦 看一下他技能 就是對 中等範圍所有敵方目標造成 哦所有目標還可以造成冰凍 好像是法師哦可以控制 而且還可以吸血 這個的話 灼燒效果減少50% 所以是絕技 可以對前方所有造成200%的攻擊力傷害 這個角色好像蠻強的 80攻擊是什麼 冰雪8重攻擊 哦這個 冰雪8重是他的名字 這角色應該是蠻厲害的 那我們現在呢就來直接培養吧 應該是要先把他上增上去 他抽到就直接20級 那我們再放一下這個 然後呢給我們這個角色突破一下 這個已經不能再突破 然後這個呢 群體治療 非常需要我們現在的 隊伍還缺個補師嘛 我們直接來挑戰0組 上陣上去 把我們這個冰雪8重放在隊伍的正中間 看他連攻擊都是這樣 哦絕招 他只打到一個角色 那這傷害應該 對還是我們這個的角色比較高一點 他好像只能夠打前中牌的耶 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傷害的輸出表好了 數據這裡 看我們這個打了40007的傷害 我們製鳥啊 這個製鳥啊 也算製鳥蠻多的哦 我們提升等級了 好吧 那我們今天這個放置少女團的 需要裡巴馬 分享及吃完就差不多拍到這邊囉 我們下一集再見 大家掰掰